学IT 拿高兴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您好 我是马诺玉飞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JavaScript中的长量和变量 那么这个长量呢在我们数学中的概念呢非常的简单 就是值不可以被修改的叫做长量 这个概念呢沿用在我们的JavaScript里面呢也是OK的 但是呢在我们JS中在我们JavaScript中 这个长量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数字 它代表这个数据呢就比较多了 那么为了让我们编程呢能够编的更加的功能更加的丰富 所以呢我们在设置变量的时候呢 多了很多这个新的数据类型 这个新的数据类型呢主要包括这么几项 从大的方面去进行区分 它的数据类型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基本数据类型 第二个部分是符合数据类型 当然呢这个符合数据类型呢在有些数据里面呢 它翻译的名字呢还有点不一样 有的叫做这个引用数据类型等等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这个基本数据类型呢又分为三大类 这三大类呢第一大类叫做数字 第二大类叫做布尔茨 第三大类叫做字符刷 那么其中这个数字 它的类型是number 然后呢它的一般情况下代表的就是 100或者是负的20或者是3.14 那不管是正准数还是负准数还是小数 它都是属于咱们数字的范围 那第二部分是布尔茨 首先它的类型呢是bling 然后呢它的这个值呢一共就两很简单啊 一个是处一个是first 也就是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跟上面这两个的都不一样 它呢是所有带单元号或者双元号的都叫字符串 而且呢在我们这个java square里面呢 你带单元号跟双元号呢没有任何区别啊 单元号跟双元号呢它都是一样的操作 但是这个地方还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你单元号跟双元号呢 它是必须成对出现的 你不能够前半段用单元号 后半段用双元号 或者反过来怎么去用 这是完全不对的 你前面有单元号后面必须用单元号结尾 用双元号你必须用双元号结尾 那你比如说像咱们的hello 或者是我写一个word 这些呢都叫做字符串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就算写一个100 那么你看这个100它是一个数字 但是对不起 由于它外面有引号 所以它是一个字符串 同样3.14也一样 符合数据类型呢 咱们后面呢会有专门的这个时间呢去讲解 所以在这一方呢我们呢暂时先不说 等咱们后面学到的时候咱们再去提 那么除了这两个数据类型之外呢 我们还有第三个数据类型叫做特殊数据类型 那么这个特殊数据类型呢 顾名思义就是字面意思 它专门去用来表示一些特殊含义的值 那你比如说有not 这个代表是空 然后还有这个undified undified也代表的是一种状态 然后第三个是nnnote number 代表的意思不是一个数字 这呢是我们的特殊数据类型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Javascript的常量 所以呢大家呢仔细去看啊 大家可以呢看到就是 我们js中的数据类型呢 要比咱们数学中的这个数据类型呢 要多得多 咱们数学中数据类型呢只包括数字 但是在咱们编程中 由咱们这个编程的多样性呢非常的多 所以它这个地方给我们提供的常量呢有这么一些 那么我们后续在编程的时候呢 会慢慢的去把这些数据类型呢进行应用 然后大家会慢慢的会了解这些数据类型 它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好这是常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变量 那么变量呢是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重点 那么首先这个变量的概念呢是值可以被修改的叫做变量 那你比如说呢在我们数学中呢 我们经常在计算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先生命x或者先生命y 然后呢最终呢把它带到我们式子里面呢 最终呢计算出x和y的值 并且这个x和y呢在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里面 它最终算出值呢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值是可变的 所以叫做变量 那么在JavaScript里面呢 它同样也继承了这个概念 但是呢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跟我们数学中的变量呢稍微有点区别 这个主要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在于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讲这个变量之前呢 我们先得了解一下我们计算机的组成 首先呢我们计算机它的组成呢 主要是包括这么几方面 磁盘啊然后呢内存 然后呢最后呢还有这个CPU 或者呢这个地方有一个GPU 那么其中我们的这个CPU和这个GPU 它呢主要是用来进行运算的 它主要是用来进行运算的 那么我们的计算机呢 它有这些部分的组成 那么了解了计算机组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当前这个HM页面上写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什么呢叫做程序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这么去说就是我们去执行程序 但注意我们的程序它是不能执行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程序执行程序说白了它应该是被CPU执行 我们的程序只能被CPU执行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CPU它是计算器 它是一个运算器 它最终呢会读取我们已经编好的代码去进行运行 所以咱们这个程序呢 它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被CPU执行的 那么了解这个部分之后我们还能想一个东西就是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把代码洗完之后呢 会习惯性的按一个Ctrl加S进行保存 但这个保存的操作它是直接保存在我们电脑磁盘上 好注意是磁盘 那为什么它是保存在磁盘上 是因为我们把当前这个电脑关掉以后重启的时候 那么你会发现我们上一次编辑代码它还在 所以它肯定是在磁盘上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CPU在运行程序的时候 它是没办法直接去读取磁盘中的内容的 它只能去读取内存中的内容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个程序它的执行过程应该是 我们的程序从磁盘读取到内存中 然后呢被CPU运行 所以呢大家呢经常会见到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当我们在玩英雄联盟或者任何一个游戏的时候呢 它都有一个载入画面 而我们把这个程序运行起来进行载入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内存的占比在蹭蹭往上走 这就是因为我们在本地磁盘存储的一些游戏程序 它被读到内存中被CPU运行了 换句话说我们的程序在被CPU执行的时候 它是要占用资源 而这个资源就是我们的内存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话术就是当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 这游戏卡的时候那么我们得加一条内存条上去 那么这其实就是给计算机增加运行空间 让它呢能够运行的更加流畅的原因 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提出了一些关键的信息 这个关键的信息呢就是 我们的内存它是有空间的 那么确实呢一般情况下 咱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内存的8个G16个G 它都是有这个大小空间的 而咱们的程序它本质上运行是在内存中运行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 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这个程序必须在内存里面运行 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必须占用内存空间 而如何合理的占用空间就是我们编程的意义 换句话说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所谓的编程就是合理的分配内存 其实就相当于呢 我们做一个资源管理者一样 我们编写代码之后呢 让他们去管理我们的内存 到底应该怎么去印象这个代码 这是我们编程的意义 那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变量 变量是值可以被修改的叫做变量 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变量里面 它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它可以存储各个量的值 你给它存储什么样的值 这个变量里面它就存储谁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变量它也得占用空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呢 来学习变量它的基本概念 这个变量呢不是说你想用就得用 我们的变量呢必须声明以后你才能去使用 而我们声明变量的关键字 好这个地方注意 关键字是什么意思呢 关键字是系统被征用的有特殊功能的单词 叫做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叫什么呢叫VR 我可以呢通过VR声明变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下面这个方式 假如想要去声明一个数字的话 我在这声明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number 它等于10 那么按照我们刚刚的去给大家说的这部分操作 我们已经了解到 我们在编写程序并且呢让它去运行的时候 它呢实际上是从我们的本地词盘将程序读到内存中 最后在内存中被CPU运行呢 那么最后我们把这个程序运行一下 运行起来之后 它最终呢number里面存的数字是10 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存里面 它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通过画图来了解一下 假如我当前整个页面上白色这个部分 是我们一个当前电脑上的内存 那么刚刚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一共是经过了这么几步骤 先通过VR 声明了一个叫做number的变量 而这个声明过程呢 就相当于在我的电脑上 直接开辟一段空间 这段空间 它的名字叫做number 然后呢随后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又执行一个代码 就是number等于10 也就是说呢 我直接找了一个叫10的变量呢 叫10的一个长量 把这个10的长量呢 直接复值 复给number 那最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就助理一个叫做10的数字 而我们最后在输出这个number的时候 number里面存的是10 所以它最终数字是10 这是我们实际变量在我们内存中运行的流程 那这个部分呢叫做我们变量的声明 那变量声明之后呢 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操作 你比如说呢我在这儿呢去对这个number进行修改 我给它修改成了200 那么最后它运行的结果就变成200了 而这个过程呢跟咱们刚刚声明变量一样 我现在呢已经在我内存里面有一个叫做number变量 我在执行下一行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用了一个叫做200的值呢 直接把我原来100 10的这个变量呢直接给它抹掉 抹掉之后给它覆盖成200 那这个过程呢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我在电脑上插了个U盘 我把U盘里面的数据给它擦了 擦完之后我重新给它存一个数据进去 那么这个叫做重新复制 那从这地方大家会发现呢 我们声明的这个变量 它确实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可以去存储任何的数据 好这是变量 那么在学完声明变量之后呢 还有几个细节呢需要大家去记住 就是第一种 像刚刚我们直接声明变量 并且给它复制这种操作的办法 叫做什么叫做初始化 声明变量的时候 直接给这个变量 复制叫做初始化 那么我们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如果没有值付给它呢 好这地方注意 我们在这声明一个变量 但是暂时没有值给这个变量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去输出一个number的时候 它最后的值呢会等于 undefined 那么这个undefined是我们刚刚在学习 常量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特殊数据类型 也就是它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undefined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undefined它是用来干嘛的 就是如果啊 我们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没有这个值 然后呢 付给我们当前这个变量 那么当前这个变量 它也会有一个值 但是这个值呢是我们系统 默认给它的一个值 叫undefined 而undefined它代表的是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就是 我把这个变量声明好了 但是我没有值付给它 我默认的这个状态叫undefined 好这是我们undefined它的一个作品 那么在这地方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操作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声明变量 然后呢去给它后续 就是经过很多行代码之后 我再去给它等于这个一个数字的时候 最后我们运行的结果 它同样是10 但实际上在我们内存里面 它运行的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你比如说 这是我们当前页面上的一块内存 首先执行第一行代码 我们在内存里面会直接 声明一段空间 这段空间的名字叫做number 然后呢在声明这段空间完之后呢 我们是没有值付给它的 那么系统会默认给它 一个值叫做undefined 给完之后 我们去输出一个number 值得它等于undefined 随后在接下来的代码里面呢 我又给它重新复制 复制成了10 这样的话就会有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我先得把这个undefined给它擦掉 擦完以后 我再去给它付一个10进去 最后我这个number值就变成10了 但这样做的话就会有一个操作 就是我重新给它复制的时候 我得先把原来的值给它擦掉 擦完之后我再进行复制 但是 如果我们在 编写代码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去做 我先声明变量的时候 如果这个变量没有值付给它 我可以先给它付一个值叫num num代表什么意思呢 num代表空 空代表什么都没有 但注意它是个值 代表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话 我们在后续再给它进行复制 再去输出的时候 同样我们在当前面上最终输出的结果呢 还是10 但是它在内存中运行的结果就不一样 刚刚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是先把原来里面的undefined给它擦掉了 但是后面这种写法 是我先声明了一个叫做number的变量 这个number的变量 没有值 我直接给它付了一个值叫num num的意思就是给我空着 谁来都不能占 然后后续我去给它复制成10的时候 这个10就直接写进去 ok 那最后我去运行number的时候 它是直接输出number的值是10 那么通过这两个分析 我可以直接的能够感受到 我们不声明num的这个操作 它的执行效率 其实要比我最开始把这个 没有复制的变量声明成num的效率要低 有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去提高整个程序运行的效率 我们可以将声明变量 并且没有值付给这个变量的情况 默认给它复制成num 这样的话能够提高这个 我们程序的运行效率 但是呢 这个操作呢 大家可做可不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咱们今天的这个计算机也好 还是这个手机也好 咱们这个运行速度已经非常的快了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马农宇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